外面就用一輛紅色mini垂直停在路邊 車輛嚴重毀損 不止車尾凹了一大塊 側邊的車身更是嚴重毀損 傳了一塊廢鐵 連車窗也全部碎裂一地 還有車輪通通變形 只剩下鋼圈裸露在外 可見當時撞擊力道有多大 而車內的駕駛當場沒了呼吸心跳 受困在車內被送醫治療 到底怎麼撞的 來聽稍早訪問 然後當時的一個狀況就是 看到的是前車是 被波及的民眾都還反應不過來 講話聲音都在顫抖 想都沒想到好端端開在路上 竟然車子會從對象飛過來 警方研判紅色mini從對象失速 穿越分隔島撞上兩輛車 導致一共四人受傷 而肇事駕駛沒有呼吸心跳 當場被送醫急救 相信肇事原因還有待釐清 我認識你 未來收縮 保留